咱们上回书说到一群建工学院的大学生 驻扎在中南海西门天天锣鼓喧天的 希望能批斗刘少奇 这家伙国家主席绑台上绝着 几辈子能碰上这好事啊 当众羞辱这个地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上一次应该还是心有政变菜口杀素顺 连老前辈义和团想弄死一龙二虎 但无论是光绪还是李鸿章或者庆亲王一匡 都全须全眼一路平安的走过了庚子权乱 完全没有被大师兄们的混乱波及到 要不怎么说新中国开天辟地呢 哎就有着揪斗太子爷的好故事 当然咱们少奇同志不可能啊 上来就让你们斗 所以中办的汪主任出面 在1967年7月初 说老刘啊 外边这敲锣打鼓的也不是事 这样 你给建工学院的学生们写个检查 承认一下自己的错误啊 我们呢负责给解释解释 把一声糊弄过去就完了 就您老这岁数他快西张了吧 真让这帮二郎当岁的大小伙子斗一圈 还不得因病一致无效 我们不是也打算留着你在九大当火把子呢吗 行啊你赶紧写 这番话给刘少奇气了 小小的翁东兴啊 过去在我面前狗一般的人 现在竟然也敢跟我没大没小的 哎 但是没辙呀 检查还得写中央的意思吗 就由王光美直笔 他口述了一份检查 很敷衍 革命小将看完了 说你这是检查吗 根据刘少奇年谱记载 建功学院的学生说 你这纯粹是假认罪 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 刘少奇一听这个 操 我他妈给你们压脸了 是吧 我虽然是废太子 但还是国家主席啊 行不上大幅理不下庶民 我就是他妈死 也得有骑马的体面 轮不着你们这帮臭屁民 跟我这儿逼逼赖赖的 就给汪东兴去了一封信 说我好好检查 他们说我反扑 我也别来回来去反扑 干脆以后我不给他们写检查了 王东兴一看 哎呦 我操还犯小脾气了 行吧 那可就别怪我们革命群众不客气 这样在7月18号晚 中南海里的造反派 揪斗了刘少奇 根据王光美的口述回忆 风雨无悔 这本书记载啊 当天晚上造反派来了 说要把王光美带走 两口子意识到啊 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 悲莫悲惜生别离 咱王老师当时就哭出来了 说这次真的怕是要分开了 刘少奇紧紧的握着老婆的手 说了一句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直手相看泪眼 竟无语宁业 此后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啊 这夫妻俩才真的是 黄泉路远 奈何桥宽 阴阳两格 这时候刘少奇也终于能体会到延安整风的时候 把柯庆诗的老婆逼得跳井自杀 柯庆诗当时是什么感觉 是不是一句轻飘飘的 看来我们是搞错了呀 就可以抹杀一切的罪恶 所以恶人自有恶人魔 一切都是报应 传说在这之前啊 王光美和刘少奇曾经讨论过 要是进监狱可怎么办 刘少奇说最不放心的 就是小女儿刘潇潇只有六岁 王光美说实在不行啊 我就带身边 红颜里不是也有个小萝卜头吗 刘少奇一声断贺 说那是国民党的监狱 通过这句话 我想到了一网上的段子 说这个红颜的作者罗广斌 在渣子洞白宫馆和国民党反动派 缠斗了一年多 蒸蒸铁骨威武不屈 后来文革期间啊 落红卫兵小将收来了 五天畏罪自杀 这大概就完美的诠释了 刘少奇的言下之意 王光美被押走以后 刘少奇就在他自己家 俘虏军门口 矿带南风盛事点 刘主席学开飞机 据说啊 康生的老婆曹以后就在现场指挥 欢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 根据于有兵先生的回忆文章 逗了一溜够的刘少奇啊 回屋以后坐在那愤愤不平 拿着宪法 说我还是国家主席啊 你们怎么对我个人啊 没关系 但国家主席的尊严何在 而且我还是中国的公民啊 我有宪法赋予的权利 刘少奇拿宪法捍卫自己的权利 真他妈脱口秀 call back都不敢这么说啊 明明是他自己在1955年 对最高法做出指示 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 而是约束敌人 打击和消灭敌人的 现在您老人家自己个儿 成为党和人民的敌人了 啊 想起宪法了 历史的回旋标 就是这么百发百中 而拿宪法小本本晃张的这个情节 46年以后 投射到了今天仍下落不明的前外交部长 秦刚同志身上 他第一次以外长的身份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也把根本大法请出来啊 结果下场和刘主席一样 不明不白的不知道是死是活 刘少奇那是平反了 如果没有邓小平后来晚狂烦于祭祷 那他的下场也将是历史的谜团 造反派小将们批斗刘少奇 只能从肉体上折磨他 但是要从根本上啊 把他赶出党和人民的队伍 还得有货真价实的定罪 根据刘少奇年谱 1967年3月21号开始 就把调查刘少奇过往那些历史问题的职能 赋予了王光美专案组 经过专案组同志们 在总负责人周恩来的领导下 业以继日的工作 终于啊 找到了刘少奇三个历史问题 这都出现在刘少奇专案的调查结果里 第一个就是1925年长沙被捕案 故事啊是这样的 1925年武萨运动期间 武萨运动是怎么回事 起因是1925年2月 在上海的日本人投资的工厂里 发现了一个铜工的尸体 怀疑呢 是被日本鬼子打死 当然以共产党一贯的尿性 也可能是他们打死栽赃的 反正现在死无对账 只能把屎盆子扣在太军头上 简单说 由此点燃了中国工人和日本企业之间 矛盾的火药桶 日本企业当年肯定是剥削的不遗余力 别说中国人了 日本人自己都是牛马 但是啊 时至今日 日资企业应该是在中国最规矩的外资企业了 我原来有一朋友在电通上班 日资的广告公司 他跟我说啊 所有在中国经营的所谓负易公司啊 就是外商投资的广告公司里 外籍员工的工资都是中国区产生的利润支付的 您想一养鬼子 价格可不便宜 随随便便几百个人民币一年啊 只有电通的太军是东京大本营发工资啊 他们的费用不在中国区产生 所以电通的福利特别好 我当时就问他 我说听说你们电通管特别松 是吗 这事儿执国家不管 你们公司就不管 他说分啊 卧槽 你让派出所给拘留了 十天以内能算年假 十年以外的没人试过 啊 行 不扯闲片了 咱们还是说武萨运动 到了1925年5月14号 共产党人刘华就窜着工人们 给日本资本家玩36G上房抽屉 他安排这个制沙厂的工人罢工 安排织布厂的工人们上班啊 因为沙是布的原料 没有沙织布车间也开不了工 属于给鬼子添堵 日本人也不是傻子呀 一看沙厂罢工 那我不厂就关门 你们也别来上班 这工人里啊 有一鸡鸡分子 刚入党的顾正红 当天他们非要上班 哭着喊着求剥削 拿大石头砸工厂门 日本工头心想 行了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自来头 直接一枪 把顾正红腿大说了 今想你啊 变成了轮椅侠 就不能再跟我这 没接没完的撒花了吧 没想到咱顾小将 真刚抱着边上一棵小树 站起来了 枪创未果 有大呼喊战 还是招呼工友们 快上班 日本工头一看 得累 物理超度吧 一枪 向他们顾正红脑子里 壮烈牺牲 这么现成的人血馒头 共产党必须大快躲移啊 5月24号组织了 功绩顾正红 现场各种的控诉 日本资本家 把气氛轰夺起来 到5月30号组织了 大规模的士卑游行 没成想啊 反动军警开枪了 造成了四十几个人的伤亡 史称武萨惨案 这个时候上下起手的 共产党高级干部 就有瞿秋白 李立三 蔡和森 刘少奇 刘华啊 他们借着武萨惨案的东风 继续忽悠老百姓 对抗军阀和租界政府 搞罢工罢课罢市 一直闹到9月份 上海松户戒严司令 这人叫刑士连 他是奉系军阀的人 恩主是后来 让张学良一枪端了的杨宇婷 那哪是人啊 折子 当时就告诉说 东北延啊 虽然都活了一疯 但绝不惯的刁民 子都不 开始全程搜捕共产党 这儿还有个小插曲 当年10月 孙传锋和凤系打起来 一猛的把这帮东北人 全赶回山海关去 但是到11月 孙大帅就任 武省邻军总司令的时候 对共产党的搜捕和打压 日趋严重 虽然这帮军阀们啊 自己狗咬狗 可是干共产党他们是枪口一掷对外的 前面说的那共产党员刘华 就是后来让孙大帅给弄死 到了11月 刘少奇看风声不对 加上身体也确实不得好 就脚底抹油 回湖南老家了 这里啊 得说一句 刘少奇专案里说 刑事连9月要抓刘少奇 但是刘少奇畏惧斗争 于当年11月私自逃回长沙 我上面说了啊 刑事连自己都没干到11月 是孙传芳继续了上海的剿共事业 所以即使刘少奇真的畏惧斗争 那也和刑事连9月要抓他 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 刘少奇要是怕抓 9月他他们就跑了 等到11月干什么呢 这个陈述属于专案组偷换概念 顺便一提 我关于刘少奇专案的材料 都来自于2019年台湾出版的 中坚人刘少奇一书 这本书里引用了大量的 刘少奇专案的原始素材 接着说啊 刘少奇回到长沙 住在一家书店的楼上 有天他正在这书店里看书呢 突然外头进了仨人 俩便衣一个军装 见面就问 哎 你是刘少奇吗 咱少奇同志一回头 脸上阴晴不定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行 今儿就聊到这儿啊 希望喜欢的朋友 点赞收藏 开启小铃铛 咱们争取经常聊天 谢谢大家 关照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